好了 直播進行中 在這個大氣壓之下 天陰陰的 總是這一陣子都是這樣 其實從年初到現在都是這樣 沒有什麼天成過 但不要緊 大家相信總有一天會天成的 總有一天會天朗起清的 高氣壓 現在高氣壓之下 當然都是繼續 所以我們是繼續保持會發聲的 這個是我們的自由 某軍說我們可以繼續有言論自由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繼續長期支持 繼續按訂閱的按鈕 記得拉下去按鈴鐺 然後按全部 你就會收到所有的影片的資訊 記得同樣都是Patreon 如果你可以考慮長期支持我們的話 就是一個營運也好 或者將來發展 就是一些新的節目 都是需要一些經費的 所以純粹是經費的 不是真是品質的 不是考量的 所以大家不需要多的小量奉獻都可以的 其實Patreon那裡可以考慮業工的 同時如果我們不懂得搞這些東西 可以按聯絡這位人士 我電話98627332 多謝加古很早來到 98627332 大家要用Payme轉數快 或者用電話 用Whatsapp拿我的戶口號都可以的 基本上所有的都是用來去鎮外平時的基金 就是運作上面 你不可能說 在香港的人站在那裡用電也好 什麼也好都是要用錢的 譬如我們做一次直播這樣出去就說 你買個穩定器吧 什麼什麼什麼 是的 你可以這樣說的 我們因為應該要做的事情 但是我們現在只不過就是說 又不是經常性出去這樣 我會由你們講完之後 我會盡量去做這件事情 我們會節省一點也好 都會盡量去做 買回運氣 好像昨天的直播 看著《康正》這樣 我旁邊都是學習的 看著它完全是很純熟的 在西九門外去做所有的事情 因為我們平時 唯一我做的 就是有人拍我們 我們的心裡就想想我們想說什麼 現在我反過來要拍個畫面 再加上要想說什麼 我承認我是沒有那麼純熟的 其實也都昨天去到不是打算做 這些多幾次就可以了 我也不是打算做直播 我打算進去支持一下 支持一下曾經的同事 所有的東西 多謝 即是有人來試制 可以了 希望大家看到五光十色的試制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昨天都是保存一個渴望和稀奇 希望有人沒事 我去的時候 我都很愚蠢的問過排行隊上 問一個另一位前區議員都說 我問你你猜會不會有五個人沒事呢? 我真的這樣問 我真的問你你猜會不會有五個人? 我當然知道就沒有了 這些人可能不多了 我 喂 凡事做最差的準備 其實我預期就是所有人都沒有人走得掉的 現在都不知道是否能走得掉 就算是第一個判決 第一次判決 我預期都是沒有人走得掉的 應該不知道為什麼有兩個人是脫罪的 現在 不過首先都要提醒各位 可能我們多了一些聽眾 尤其是那些脫債者可能是 可能第一次聽我們節目的時候 未必習慣的 當然了 都是有那些comment 就是可能聽不慣粗口 那麼多粗口的 然後又搭聲又成這樣 差點說這樣 喂 網台的文化是這樣的 本應該就是這樣 就是叫熱烈討論 該熱烈的時候就熱烈 對不對?我們不會說 好像讀好這樣一個上把下把 我交個 我說話一大堆東西 然後旁邊的那個不知道在做什麼 然後又交給你了 然後又無緣無故插兩句 就是大家在那裡 就是好像有安排一樣 但是我們不是free flow的 因為我想說兩句 因為昨天 昨天早上你知道我去到的時候 很早就看到我的好朋友 阿姨被捕的 所以我好像說到 喂 拜你為什麼要stop你 其實剛好正正就是之前的 所有案件經驗給我們知道 還有我們要知道就是說 我們是在評論這個小童群秋會 兩個都說了 為什麼會這麼說 因為昨天就有個印證 小童群秋會裡面說的是什麼 因為裡面說的東西 就並不涉及什麼一黨專政啊 所以說的 但是原來這個混蛋了 原來魔鬼在細節的就是說 有人提醒我 小童群秋會裡面沒有任何這些所謂的 我們昨天說的一黨專政 但是他們的有機會的質疑就是什麼呢 就是等於我案有其他人的案都好 就是說其他人的留言 什麼結束一黨專政或者 或者是暴政必忘什麼的那些 你沒有刪除 那就是等於今天就是說 我說我怕如果我們在有些聽眾沒有聽到 我們講開 不能說的話不能避開 我們已經討論過了 其實我們就算我們自己也是的 如果有人在網上留言 我們都未必看得完所有東西 如果這麼多人能夠進去 沒有辦法的了 其實不代表我們不做的嘛 還有我上次說的那個意思呢 其實就是說 我從幫你度過了 警方 想一下有些什麼可以進去 但是最後都是荒謬到是進不去的嘛 就算你說結束一黨專政 那些都是進不去的 為什麼我那刻說停止 就是因為 他裡面真的連這些都沒有說嘛 我怕他一定還沒有看過小童群秋會裡面的東西 以為他有說這些東西 對不起 裡面只是一個肥肥的客人 給一個肥肥的妹妹 他跑步 他喝酒 他所有的東西裡面 甚至沒有一個大陸的人看完 因為你說完看完之後 我看過你給出來的那段話 我看那段就是 他覺得很有愛 其實他在說歷史 他在說這個事件 是啊 那其實等於出來就說 你的看法就是因為人家說這個 會有一個時候 但是另一些人看到原來 哇是很有愛的 是很有感覺的 好像天主教主教周首仁 他在這個六四之前 出了一段一段東西這樣 大家看到 你不是說你以為人忘記就忘記 所以 其實從任何角度去看這件事都是荒謬的 是荒謬的 極度荒謬的 我上次只不過說了 我拿了支聯會的綱領出來跟你談了 但是你都是荒謬的 沒有任何一個位置可以進得到的 沒有的 所以整件事就是這樣 不過今次如果評論47人案 我就真的要小心了 因為有些時候我知道 是會給他那件事 如果要說 就是說到判詞那裡 有些法官的判詞 就是 就是我 一定要有保留的 有些時候 因為 雖然我覺得他都是很無知的 這些判詞 就是你對政黨政治的認知 原來只是這樣的 OK 多謝了拉曼雲 拉曼雲